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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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徒林 你买个啤酒怎么样那么久啊 害得你回来看循经济呢 哎呀 好了 好了 快到了 哎呀 男人这辈子 最幸运的莫过于回到三七四七完全合法的古代 像那个向少龙 哎呀 甭提多美啊 左拥右拨 醉死花间 哎呀 没在 没 哎呀 哎呀 这 这谁真没工的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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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要死啊 我才活了19年呢 我妈刚寄过来的生活费还没挥过掉呢 还有 随比小王星买的A片 我还没借过来欣赏一下呢 我 长这么大 我还没摆脱树南之山呢 我不要死啊 王爷小心 杀人啦 属下护驾来迟 亲王爷降罪 这 这位帅哥 是从八点当祖父剧场走出来的当容小生来 再帅也没用 还不是杀人不扎影的凶杀犯 你 喂 别碰我 你 干嘛的 好心被雷劈啊 什么态度 朔菲王爷尝试欺人 看看 强耀了属下 属下又怎会起不了身 也无了救驾 不过奇怪 属下明明看见 刺客已经六宫七发了 王爷居然毫发未伤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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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知 是凌王选刺客的眼光太差 还是天宫不开眼 也尿流你这祸海 荼毒停下 咳 咳咳 咳咳 六宫七发 什么意思 刚才有线射过来吗 在哪儿 前面倒闭的人是谁啊 这 这身体被剑射成刺猬的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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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是我吗 不对 我死了倒在那儿的话 那现在站在这里的人又是谁啊 镜子 哪有镜子 对了 对了 镜子 这眼睛 这鼻子 这个嘴唇 这美男子分明 不是我呀 王爷 这是 何人 别动他 哎呀 好歹也是和我朝夕相处十九年的躯壳呀 这还是我多时快涨奋发图降 好不容易从一个瘦精卵飞扬到一八二的身高 健康茁壮的身体呀 哎 王爷 真是 哎呀 男人这辈子 最幸运的莫过于回到三七四七完全合法的骨头 好蛋 像那个向少龙 哎呀 哎 果然饭能多吃话不能多说呀 一句玩笑话 竟然 竟然就一语成谶了 哎呀 王爷 王爷 我以为 你忍住王爷 谢谢王爷请集中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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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哦 这个 这个是我 我的救命恩人 什么 没错 若不是他突然冲上来躺在我面前 我早就被乱箭射死了 他是我的再造恩人 他是我的重生父母啊 他是我 我 王爷 你 你竟然也会为一个路人流泪 什么叫路人 他的名字叫突林 今年才十九岁啊 正是青春年华 风华生貌的好年纪 就这么为了救我 昏归其乐 我 我一定要把他奉光大葬 按照王侯的礼仪 好好给他送信 王爷请三思 此人并非皇亲国戚 善允国葬大礼 恐会露人口舌 住口 徒弟他 他是本王在世上最亲密的人 若是有人不服 便说徒 徒公子 是以本王终身伴侣的名义 享受十番待遇的 什么 树下记得 王爷的口味 不是很雕吗 哼 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你以外貌取人 不觉得肤浅吗 啊 对不起 没 没关系 本王爷被徒林公子 蛇起救人的高尚行为所感到 决心要发扬徒林同志 哦 不 徒林公子的伟大精神 改过自信 积极向善 正做蒋文明懂礼貌的好男人 哎 只可惜啊 我想通的太晚 偷公子他 再也不能回到我的身边了 王爷 没想到 不过 你也会对一个人 付出真心 这大概 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 因缘尤天吧 谁叫我就是爱上了他的 哎 我多么希望死的人是我 而不是徒林呀 哎 王爷 行勋 范九霄的静身示威 自幼入宫陪毒 也是范九霄胯下的乳臣之一 这个畜生 连儿时的伙伴都不敢放过 实在是神神共愤 你的伤势还好吗 能走吗 要不我扶着你 不用 你不要碰我就好 我发誓 我真的只是想扶你而已 王爷您别忘了 害属下强心运功 血气不畅的罪魁祸首是谁 呃 你放心 我再也不会了 我已经因为自己的错误 失去了挚爱 这一生 我不会再伤害任何无辜的人了 嘿嘿嘿 我真是太聪明了 这么一来 若是别人怀疑我怎么不爱男子 我就退说 我的心 已经随着屠灵一起埋葬了 哈哈哈哈 哼 相信我 我 那个 哎呀 屠灵以外的男人 我抱的会恶心的 如此甚好 庆徐啊 你也上马吧 嗯 多谢王爷的美意 此马脱不了三人重量 王爷和屠公子乘坐就好 屬下在前吟吗 你和他乘马 我 牵江绳 王爷 没必要 我说有必要 这是命令 上马 屬下谢心告退 喂 王爷 您可算回来了 想死人家了呢 冷静冷静 唐觅 你来了 唐觅 唐门的现任少皇家 年方若冠 按其手法无人能及 这淫乱的性格 连饭酒消都干白吓死 是个难缠的脚 住手 王爷 你在矜持个什么呀 又不是没在回廊里做过 现在装什么君子呀 那个不适合你了 唐觅 请你自重 好 唐 王爷 何时学会自重 这么高声的词早了 您要装模作样的增添情趣 也无妨 但我这回来今 只有这半日的空闲 春宵苦短 可别浪费了呀 男人说过再多 也只让王爷们彻底问好我 你 你给我收敛一些好不好 王爷 你怎么了 莫不是瞎换了脑子 你让开 小小一个刺客 还不至于吧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饭酒消了 你回去吧 我决心为了所爱之人 从今天起 收身养性 你这套银龙会吃斋 那和尚会瓢剧呢 唐觅 是什么样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呢 竟然能掳获我们摄政王 那颗高高在上的心呢 那个人 为了他救本王 以身相护 已经终见身亡了 这世上亲眼看到自己的尸体 这种鬼运的事怎么就让我遇上呢 小李啊 你看 鼻子像爸爸 眉目呢 像妈妈 那为什么就没有爸爸妈妈好看呢 哎 虽然这张脸活着时也算不上好看 死了也平淡无期 但是却有家的温暖 血云的羁绊啊 哎呀 那些 都将是我再也追不回来的过往了 我倒是什么美人蛊惑了王爷的浪子之心 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张脸 该不会是你肉食吃腻了 偶尔才换这种青粥小菜吧 真是 输在这么个人手里 简直糟蹋了我唐蜜的名号 哎呀 够了没有啊 快走吧你 我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说什么 你为了一个死人 要赶我走 王爷 王爷不好了 华清园那边出事了 你 你最宠爱的那个戏子 唱轻衣的那个刘官 他 他坠楼了 什么 刘官 刘官 怎么一想起刘官 脑子里自动带出的 都是成对成系列的性玩具啊 还不会 范九霄这个没钱操的家伙 在祖国的幼苗身上王SM 王爷 快 快起轿 随本王 速往华清园 快说 刘官怎么样了 他人呢 哎哎哎 刘官他 他 他没事 只是 只是 只是断了条腿 雾了几口血啊 哼 刘官呢 王爷 王爷 您您发发慈悲吧 今天让刘官是真不能伺候您了 您您看他这个样子 您休息很好今天饶了刘官吧 我 我 我只是 哎呀 哎呀 来人呐 还不快去请最好的医生 哦不 郎中来 对 就把宫里的御医请来 就说是摄政王亲自邀请的 快去 是是 小的立刻去办 刘官 伤口疼不疼 你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会欺负你了 等御医检查完 我就带你回郑国王府 向福去 嗯 刘官明鉴 想不起福 还请王爷 放过刘官一马吧 刘官 你放心 我 我绝对不会再动你的 若有违此言 叫老天爷罚我万箭穿心 死于非命 反正这可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黄爷 你 你已经像我这戏子里此度是 我 我值得了 别看不起此心 刘官 从现在起 我会尊重你 兴趣你的意义 我会替你出身 等你以后伤好了 你喜欢留在王府就留下 不喜欢的话 我会帮你秘密归宿的 放心好了 您变了 黄爷 您变得好陌生 自从我失去一个人后 我豁然开朗 大事大悟了 你不用怕 安心养伤就好了 我在这里陪着你 我是 哎呀 范九霄的老爸有六个儿子 大儿子范九霆 做了十年的皇帝就死掉翘了 留下十二岁的儿子 也就是现在的皇帝 二哥与五弟都死得早 剩下的就只有处刑几律 害他的墓地凌王范九霄 还有他的三哥范九霄 至于这个范九霄 哎 不好了王爷 出事了 哎 不知又是哪个帅哥落难 悲难遭劫了 说 王爷您 您带回来的那具尸体 不见了 呃 什么 王爷您看 那具尸体突然就不见了 只剩下这层臭水 化尸体为臭水 这难道就是武侠小说中惯样的化尸水 哎 杀人灭口 毁尸灭尽 这是谁这么大胆 居然敢对尸体下入手啊 真是 输在这么个人手里 简直糟蹋了我唐蜜的名号 我 唐蜜 王爷 王爷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不要硬冲撞了王爷 请王爷心怒 饶了小的吧 起来大话 何事如此慌张啊 刚刚三王爷府上有人来请 王爷前往御王府一叙 饭酒馨 四王爷请 三王爷已在秦台宫后多时了 为什么饭酒馨的大脑中 唯有这位三王爷的记忆 如此模糊呢 你 是何人 我 三哥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是你四弟呀 还能是谁呀 酒馨 酒馨是从来不以三哥称呼我的 你 到底是谁 咋嘞 难不成这家伙 和范酒馨也有一腿啊 所以那银龙 连尊称都省略了 那到底是叫 青青 宝贝 心肝 心哥 或是什么的 完全想不起来了 三哥 我前不久坠马磕到了头 有些事情 模模糊糊糊气不得了 你不如来亲自验证一下 看面前站的 是不是我范酒馨这个人 不用看了 这身体是酒馨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温 这个身体里的你 是谁 我 我就是范酒馍啊 你不是范酒馍啊 你们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我就是范酒馍 你又是我几遍呢 你不是他 你不配取代他 我哪点比不上那个下半身思考的初日 没错 我四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可却也是个 你不可比你的消息 至少 我们大范果 还需要吧 你 难道一个温和正直的王爷 不更符合人心所向吗 你是小顾出身的吧 是又如何 果然 曝光短浅 又如何能理解 治国安邦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我 简单地说 范国 现在是片山岭 子民有温顺如羊 也有狡猾如虎 更有卑鄙如柴被的 而在这道中 范酒馍 就是寿终之王 是这座山的猛虎 它的存在 杜绝了其他老虎 想染指这片山林的蛇谎 而一旦这虎 变成了猫 则必然 会有另一只虎 取代它原本的位置 如此一来 这山林里表面平静的生活 也维持不下去了 生林涂炭 必成灾祸 我 我可以装成是范酒箫 那样不就好了 可惜 你 装不了它的 为什么 这身体就是它的 没人会怀疑 你装不了它的眼神 装不了它的气魄 若饭九霄是虎 你顶多是头听天由命的羔羊 如何能让一个平凡无奇 胸无点滞的小人物 去取代一个 挥斥诸侯全惊天下的消瘦呢 这就比如 让一个孩子玩火 它不是烧了家园 就是 烧伤了自己 你 驾驭不了范酒箫的身份呀 你杀过人吗 没有 你能够牺牲无辜的人 去保存更大的利益吗 那怎么可以啊 你能做到出尔反尔 还有坑青吗 我才不要做那种垃圾 你试过几天之内 抄灭一人九族吗 我 我 你想过没有 若非有它绝对的狠 绝 冷 范酒箫 是如何强奸 侮辱了无数的全城柜子 却依然能够安然无恙的 哈哈哈哈 你大概也知道 我这三个 也不过就是个 被他圈禁在自己腹中 随他兴起灵性的竞篮罢了 哈哈哈 什么 早知如此 就不该怂恿六弟去刺杀九霄了 本来只是看六弟 越来越没分寸了 便设计他却行刺四弟 料想九霄身边有刑寻常办 出不了差错 正好 也能让九霄找到个除去六弟的理由 省得他几十闹事 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哪 早知会换成你 也罢 就放任六弟做大 来取你的摄政之阵吧 你 疯子 你这个人是疯子 竟然 只要这样算起自己的亲兄弟 范九仙 我想知道 在你所谓的山林里 过去的范九霄之虎 那么你是什么 我 是恋人 回府 没错 我是个不被需要的废物 就算借助范九霄的躯壳也成不了大业 因为我就是小市民 我不配替他 我不配取代他军灵天下 我不是大人我不行啊 我出身平凡犯法了 难道大家需要的是一条最大恶习的银龙 而不是一个温温而哑的好男人吗 王爷 您怎么能孤身前往御王府 行星亦是采造范九霄蹂躏的人了 他为什么这么担心银龙的安危啊 难道范九仙的话是真的 就算是强迫 范九霄那条银龙 也有他令人背负的优点 王爷 而我 王爷 您有在听吗 对付三王爷 要从长计议 最好 兴讯 你为什么要来追我 你不恨我吗 王爷 我虽恨不得亲手杀了你 但 但我不得不承认 范国离不开你 你也必须活着 所以你恨着范九霄 却又不顾一切地扑上来救他 不会私人来愿 只为范九霄是被需要的 那我呢 我不是你们要的那种狠角色 这个大范国 还有没有属于我的问世 可恶 不回王府了 本王 要去京城最红的青楼 听好了 是妓院 老子要找女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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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刚刚见了那么多绝色美女 老子激动的脑子都要炸掉了 老子激动的脑子都要炸掉了 但是 身体最重要的部分 既然没反应 这日子 还让人怎么过呀 给我滚 都他妈给我滚 黄爷 你 你来干什么 黄爷 我们回府吧 我知道 那个哥哥的尸体被毁后 你很不开心 但是 因不爱女人 又何苦勉强自己呢 看到你这个样子 那位哥哥 也不会开心的 黄爷 你的心情 我懂 你懂个屁 你知道我瞬间失去亲人 失去熟悉天地时的心情吗 你知道曾经有个温暖的家 有以我为荣的爸妈 现在却被人开成废物的心情吗 你知道从青春期就幻想着 跟着绝色美女艳媚的正常男人 抛于生理 像同性恋低头认熟时的 无可奈何吗 你什么都不明白 没人会明白我 王爷 别哭了 再哭 再哭我就强暴你 我请到姑娘 现在是你自找的 刘儿 你这个禽兽 反对暴力 反对暴力 刘官伤还没好 就忍着痛追来安慰你 你居然还要强暴于他 范九霄 我看错你了 以为你良心为你 却原来只是你的又一番装腔做事 不要啊 星大哥 我喜欢王爷 何时自愿 自愿被王爷抱的 啥 因为王爷是我董事之后 第一个对我那么好的人 我哪里对你好了 就是 就是 王爷我不会说 我好感动 你那么珍重我 就连刚刚强暴我之前 也记得先威胁我一句 给我个选择 我只希望 王爷能走出阴影 振作起来 我不想再看到王爷 为内我哥哥的士气 放浪行骸了 刘官 刘官 你揍我了 我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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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抱男人的 绝对不会 王爷 我的老天 王爷 你又没有真的做出什么对不起图哥哥的事啊 图哥哥地下有知 一定不会怪罪您的 放肆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六弟凌王 反九重的教堂 听说四哥前些日子遇见刺客了 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碍嘛 哦 原来是六弟啊 听说四哥还因此痛失了爱吕 实在是令人遗憾啊 看四哥还能左拥右抱 就知道那是笑话了 京城里还议论说 您当日带回来的尸体 丑陋不堪 我想四哥何许人员 怎么都不会看上那种货色了 你 你被剑射成刺猬 再跌进泥塔里试试看 包准丑到你妈也不忍心指着你 哼 四哥放心 小弟在朝中早已为您批驳过了 就说嘛 四哥再怎么积不择食 也不可能拿那种废物塞牙缝的 是不是啊 混蛋 放肆 四王爷的爱吕 岂能容忍污主 阿絮 哼 什么爱吕 不过是个带不上台面的男宠罢了 你 干嘛 还想打本王吗 本王就是要骂 你一个小小的侍卫 也不过是个让男人齐的东西 装什么忠烈 混蛋 阿絮 这可恶的范秋夕 他绝对是想凌王暗示过什么了 否则凌王断不敢当街任银龙自取灭王 既然如此 我便用我徒灵自己的方法好了 来人呢 属下在 请教 绕道回府 我 王爷 放开我 那个混蛋 你快放开我 阿絮 王爷 我以为那位屠公子 能使您痛改前非 必是您真爱之人 没想到 原来王爷的爱 也不过如此 兴虚啊 你认为本王 真的不生气吗 但就算本王再生气 再不顾忌自己的生死 但是 却不能不顾你 和柳儿的恩威啊 王爷 兴虚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土公子 在本王的心中高于一切 但他毕竟已去了 你们却还是活生生的人呢 刚刚的情事你也看得出 勉强动手 本王定是保不住你了 为了已经不在的人动怒 而失去了还拥有的人 要是 杜公子知道 定会责怪本王的 愿意 哎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啊 平时忍着吐血的冲动 陪老妈看完那些八点荡肉麻剧场 也是有收获的 嘿嘿 清雪 杜公子的确很重要 可是你们对本王来说 才是更值得去珍惜的人呢 嘿 这样的本王 是否多弱 你呢 是否会看不起 如此的薄样 王爷 王爷 王爷您顾全大局 深谋远虑 又怎么会是懦夫呢 属下一直敬您为主 一种处服 瞬间 星星眼里善良的爱慕 刺伤了我 我知道她是信我了 此心塌地的信了 而我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也信了她 信了这个恨着范九孝 看着范九孝 也许 还默默爱着范九孝的男人 哎 只是你的依赖 是为了哪一个我呀 这几天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不是范九孝 也没有学过所谓帝王全术的课程 兵王要闹腾就让他闹吧 勉强指挥的话 怕只会损兵折将 还不如就吃好喝好 享受这大好时光 哎呀 我就奇怪了 怎么经理乱成那样 四王府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感情是我们的四王爷换了口味 转吃素了呀 嗯 这点心 真是淡然无味呀 你 你还敢来见我 是不是你把图里的尸身化掉了 省点力气吧王爷 您都自身难保了 还和我算什么交账呢 唐少侠 难道是六王爷那边 已经动手了 目前还没 不过也快了 有消息说 几大江湖世家已经暗中表态 要协助六王爷了 那 唐们呢 老祖祖已经答应了六王爷的说课了 谁让当说课的 是他老人家最看重的三王爷了 又是范秋夕 又是范秋夕 既然唐门已经倒戈 唐少侠 你又是 我嘛 只要四王爷保证答应过我的事情没变 我就还是四王爷的人 你认为凭现在的我 还能帮你夺回唐门的大权吗 死人了 死人了 喂 等等我 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怎么能帮我 没有不忌 此后 by b 再也行 不借了 咱 咱咱 施咱 我们家没法ụ 我 cie 咱咱咱 咱咱咱咱 小声 不要再请你治合府上的任何东西来 已经有人潜入王府 来断给你的鬼话稿里 鬼话稿里下乐毒 什么 刘官 谁叫你为我嗜毒的 是谁叫你这么做的 王爷 刘官自己愿意的 反过却一个刘官无所谓 可是 不能缺了你这个摄政的王爷 不能缺了你 很好 范九霄 算你狠 不过也是时候敢提醒你一下了 我 范九霄 可还没有死 唐觅 你的条件我答应 不过你必须先把柳官给本王救回来 怎么了 你是唐门的人 不就解个毒吗 这个小家伙 火势救不了了 老祖宗竟然把断肠都拿来下了 看来是下定决心要帮六王 毒死你这个花心的冤家了 实在没办法 这毒 发作了 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救不回来了 开什么玩笑 毒是你们唐门下的 你怎么会解不了啊 你放开 谁规定杀人的就得会救人了 你 对了王爷 还有伤神医啊 有他出手 天下没有解不了的毒 江湖上 喜怒无常的年轻神医 商月井的大名 有谁不止 可 可范九霄这个混蛋 曾当众强上过他呀 现在主动就找不他 那不就等于横着脖子请人家砍了 王爷 您还在迟疑什么 我们快些带刘官去找伤神医吧 好 我们去 放肆 王爷在此 你竟敢闭门不赢 商神医 本王知道对不住你 然而人命关天 请你念在商天有好生之德的份上 救救这个孩子吧 他是无辜的 商月井 千错万错 都是我范九霄一个人的错 你若要出气 就尽管抄我来吧 可是马车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请你高抬贵手 救他一命 王爷 你 真是的 只是个戏子而已 居然劳驾堂堂王爷 新贵白之灵 也不怕折了他的兽 商月井 本王愿在此 常规不起向你赔罪 只求你救柳冠一条性命 过去我对不起你的地方 愿达认罚 随你处置吧 我没有信任好 我看看你 我没有见过 主营 我们不介绍 je 去吧 我们不介绍我 这电视电影里 为了煽情动不动 就让主角跪个十天半个月 好像他是主角 就应该毅力非凡耐力超群 他是主角 就应该血液不是要循环 生理不需要代谢 谢这种剧情的烂人 这辈子肯定没当过主角 第三天了 我 我真的好想去厕所 王爷 不要再跪了 我去把那个人抓出来好了 上月锦 你够狠 我跪了三天你都不出来 好 那我也不客气了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把那年你在皇宫里 你是怎么在我身下辗转缠绵的事 全都说出来 你要是下辈子不想做人的话 那就继续搜在屋里好了 要是柳冠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仅把咱们的风流音室写成书 我还找让化成中共图散发各地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你身上随便一个敏感处 我都能淋漓尽致地形容到 啊 喂 上大声音 我还记得你左乳头很有感觉的嘛 我才填上去 你整个人就贪了 软在我怀里跟团泥似的 是不是啊 啊 范九霄 你个不要脸的畜生 上月轻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吗你 半梦半行深锁帆楼 剑葱花总隔流行踪 照常见 就没唤醒烟 剑口可饮万遍 鲜龙在天 本来贵人等点 皆是故人眠 过月再远 待我谈斗与弦 征服而起 坐拥天下全 绝言 当伴绝线 随他身故云颠 何举名高悬 风火虽烟 晨夜吹遍人 他烦起操浪燎缘 局势不过张忠贤 诗文几人敢于并肩 飞针飞下心口南边 东宽子宽一般流连 针旧前 因果寻生烟 江山前我指点 鲜龙在天 分来贵人等点 解释故人眠 过月再远 待我谈狗与弦 征服而起 坐拥天下全 绝言 当伴绝线 随他身故云颠 何举名高悬 风火虽烟 晨夜吹遍人 他凡起操浪燎缘 局势不过张忠贤 诗文几人敢于并肩 世间绝言 当伴绝线 随他身故云颠 何举名高悬 大梦无魂 同应为寒 欢得几人霹雳感丹 共我荒野招兴寒 在福寿风卷云乱 落定后有千山 邪中逍遥最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